内心没有皈依 人不知道这一生为什么活着 所以将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都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这四种教育已经毁灭掉了 重新再建立起来 贪荷容易 所以外国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什么 不是讲这个世界的毁灭 这四种教育没有了 就是世界末日 社会动乱 人心不安 终日荒荒 这个现象就是末日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 只有求助于宗教 为什么呢 宗教的信徒实在讲 还是比较善良 比较容易接受 因果的叙述 能够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人就有救了 如果您因果报应的道理不懂 事实不能接受 这个人没救了 他就沦落在末日里头去了 不能回头了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 很认真努力 联合全世界各过不同的宗教 我们没有别的 总是希望 每一个宗教 不仅仅啊 是在仪式上 更重要的是在教书上 要把他们经典里面的道理讲出来 经典都是教给我们 怎么做人 怎么工作 怎样出世带人救 佛是这样讲法的 儒道是这样讲法的 我们看看其他经典 基督教的新旧右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我也常常读诵 也是教我们怎么做人 怎么出世 他是教育人 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方法 教导 一切不同根性的人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归云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各种不同的宗教 这是方便有多门 我们与许许多多宗教 往来交谈 交叛一切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 跟佛法里面讲的 完全像佛 大家都知道 佛不是常说吗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我们就用这一句的教诲 跟全世界各个宗教 联系成一题 慈悲就是爱 哪一个宗教的教主 他们的神圣 都是讲爱是人 佛家讲慈悲 慈悲就是爱 所以这个根本完全相同 那么教学的方式不一样 那就是方便为门 所以不同的宗教 可以在一起融合 可以团结这一体 教学最后的目的 我们提出了三句话 社会暗地 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每一个宗教都承认 都不反对 我们的根本相同 真诚的爱心 我们的方向 目标相同 都是需求 社会暗地 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那么然后我们展开 经典互相讨论 就容易了 我们有了方向 有了基础了 自自然然都能融合 今天不仅仅是我们感情上的往来 我们在教义 教理上都能够会通 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和平 世界社会暗地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结合 那里的最后 我们在教书 我们在教书 都能够会通过 在教书 我感情下的 如果我们会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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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